一山傍水的好处啊,它会经常来一阵地形雨 下雨之前我都知道,如果这个风是从山吹向水的风,基本上不会下雨 反之,如果是从水吹向山的,这个热风带着潮气,到了山,碰见地形,再往高处一走 什么是风呢?空气的水平流动叫风,如果这空气不是水平的,直上直下,呸,往天上走,那不叫风 这样的空气,只要越往高走,它越会降温,每上升一千米,降低六度 靠近地面的空气再干,它也比高空的空气超湿 所以相对暖,潮的空气到了高空就会降雨 嗯,呃,现在老有大忽悠啊,也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这儿,呃,都说是敌对势力 老说是,呃,千万不要忘记街头争,啊 备战备荒山为人民提高警,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啊,让储备粮食,所以以后就买不着粮食 其实全世界人民真正中粮食的很少 哎,大多数人都是买粮食的 嗯,只要你没想和全世界作对,啊 没想身怀原子弹,或者没有原子弹,或者有原子弹 总之,你就想用莫测暴力,改变已有秩序的 啊,什么叫莫测暴力呢? 一般暴力呢,你都可以预测它怎么样 比如我用枪瞄准那个人,把他打死了 这是精准的 你看现在打仗也是越来越精准 亲贼亲王,斩首行动 嗯,不像过去 过去像地雷战,地道战 尤其地雷战,把地雷埋那儿了 是吧,那是路口 哎,张大爷也可能炸死 啊,松井,松井鬼子也可能炸死 是吧,哎,不知道他炸死谁 嗯,现在也是恐怖分子拿一炸弹到超市里炸了 哎,这都属于莫测暴力 莫测暴力就是不精准 你都不知道他要炸死谁 而他又是一个恐怖的根源 啊,这定义是从哪来的呢? 是大英百科全书 大概那意思翻译过来就是 对个人组织集体政府国家实施莫测暴力的啊 就是那没准的那个稀里糊涂的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呃 是在攻击的叫恐怖活动 嗯,这种恐怖活动呢 哎,哎,放大了就叫恐怖主义 嗯,你看我每天说这些东西哈 我闺女全听得懂 嗯,她已经是 她的智力哈 已经超过一些 一些 那小学毕业没毕业的人 嗯,你说我现在在这刀逼刀干嘛呢 因为今天阴天,我说马上就要下雨了,我在抢时间 我在抢时间,你看 嗯,我就是听了那些忽悠 说提高警惕,准备来打仗 啊,就囤了一些粮食 结果那粮食,它就生虫子了 这是大米,很好的大米 嗯,快吃完了,就这么一点 啊,就这么一点 这是沈阳高明给我的大米 沈阳高明是谁呢? 是为铁粉,他在沈阳 他给我寄大米 寄的那大米是哪出的呢? 是东北 那个叫什么东西 最有名的东北那大米 嗯,就那大米 我去年开了,没吃 哎,结果他就 结果他就 嗯,现在呢 我在这要干嘛呢? 你看这大米 放在这个白的背景上 看不出来 我要把它挪到这个蓝色的背景上 嗯 到蓝色背景上 我一摇 你看 小虫子一条吧 你看 我就能迅速的看出来 因为这些绸子 这些虫子 白白胖胖的 跟大北女似的 哎 你看这苍蝇 也在这很明显 苍蝇马上来了 苍蝇干嘛来了 苍蝇下驱来了嘛 什么是驱 就是虫子 它的幼虫 我现在就要抢时间 把这个虫子一条条的 嗯 老眼红花的 哎 我就不能戴眼镜 嗯 我就老眼昏花的 哎 紧贴的这个上面 把这个虫子给它挑出来 嗯 不然的话 咳咳 是吧 咳咳 这咳咳这俩字怎么写 我也不知道 咳咳 我把前两天呢 我把这泥口的 我就使劲摔 我以为像地震式的 巨大灾难 可以把虫子给摔死 可以震死 后来发现不是 这人怎么不是呢 它这个虫子 大虫子就摔死了 就摔死了 就震死了 小虫子 它继续生 嗯 这小虫子不怕摔 不怕震 嗯 你看我用这个办法很好 嗯 很好 因为它是在一个蓝色的背景上 那个虫子呢 哎 稍微会 它一会动 它一动 哎 我就像卫星似的 是吧 我就像鹰眼似的 我就坚持到它了 坚持到它 我的这手 哎 立刻过去 我这手就等于是 哎 我就把它挑出来 嗯 挑出来 我认为我真是天才 我小的时候呢 看我爷爷挑米 我爷爷挑米 倒不是挑虫子 那时候 我们鹅的时候 呃 呃 被沾被荒 为人民 啊 两本可以买粗粮 粗的所谓粗粮就是 棒子面 就是玉米面 实际就这么一种 你挑不挑就这 然后有白面 白面一毛八分五一斤 就是普通白面 不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特别白的 号称富强粉 再有就是米 我们叫鸡米 买粮食呢 呃 拿着一步口的 到那粮店 那粮店呢 啊 那个服务员 他里边拿着一个 一个铁做的啊 铁皮做的 那么一个大咬子 就哐哐 啊 把这粮食都倒在那 上面有一漏斗 那漏斗呢 比我这大 我这就太小了 这漏斗 那漏斗很大 铁的那漏斗 漏斗是活的 让你把那个口袋 撑在底下 就撑在这漏斗里下 那漏斗活的 是一铁的 扛扛就压在这了 这个这个米 你这米口袋的 或者面口袋 或者棒子面口袋 这一半就压在那个 铁漏斗了 就这么一压 可以就压在这了 这头你得顿紧了 你要不顿紧了 他爸 刚你买那个四十斤大米 往里一倒 就像我那时候五岁小孩 吵架的时候五岁 我妈让我去买米 那时候我最早是买十斤 我就撑不住 他这么一倒 我没拿住 夸这口袋 瞬间 十斤米 十斤米 按照那个牛顿的MGH 按照那个 爱因斯坦的 那个相对论 邦迪就给我小屁孩 砸一根头 米撒一地 米撒一地 然后拿调着 好在那凉垫的地 也比较干净 拿调着 把那扫到一起 再倒在口袋里 十斤米扛回家 扛回家 嘿 你得挑 那地上什么脏东西进去了 说我不要了 喂鸡了 嘿 那你就饿着 是吧 棒子面也都吃不上 到1979年 我考上北大的时候 男生一个月 三十六斤粮食 平均一天一斤多一点 女生一斤 一个月三十二斤粮食 喝一煎一斤 你说男女都不平等 你说把这给扔了 那哪行 我爷以前淘米 没有我这么好的装备 我爷爷的工作就是什么呢 每天什么都不干 什么活都不干 但有一件事 挑米 为什么我爷爷的性格好 我奶奶一生气 就管我爷爷叫老先生 平常不管我爷爷叫老先生 一叫老先生 就是很恶毒 很愤怒了 平常管我爷 文哥朝我们家 打我奶奶 打我爷爷 我爷爷没敌人 我奶奶那管我们家保姆 我们家保姆多的时候 有十来个 所以保姆都打我奶奶 红卫兵 保姆 警察 红卫兵到哪家 全是警察带路带来的 警察为什么要把那些人带来 都是街道 小姐 针机队 西城大妈 朝阳 朝阳老大爷 早就恨你们家 把这个报告派出所 派出国 报告有关组织 你看是抄家 砸东家 砸西家 全是有组织的 全都有组织的 组织起来嘛 我爷爷呢 也不干什么活 我奶奶就给他一项活 就是挑米 我爷爷脾气特别好 我奶奶呢 平常管我爷爷叫 五哥 就是我哥 你听着多肉麻 是吧 一百多年前 从大经朝 就管我爷爷叫五哥 我奶奶他们家是米商 是绍兴的大米商 绍兴的大米商 姓绍 我爷爷的爸爸就是唐锡进 由于是清官 当时在安东县当教育 教育就等于 等于县的教育局长 那时候县教育局长 不光管教育 还管禁毒 就是臭大烟呢 其他县长 就是现在的县委书记 是不敢管高中生的 就不敢管秀才的 为什么 因为秀才一旦考上大学 是吧 考上一清华北大 一旦毕业 回来至少当个县长 但是这些大学生 这些秀才 如果是有错误 谁能管他们 他们的老师 所以他们老师 不仅是教育局长 也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 我爷爷的爸爸 唐锡进 唐锡进 唐同庆先生 就是一个品行高尚的人 你看青石稿里边 有一个唐同庆列传 唐锡进列传 就是讲的他 他小的时候闹 叫红长毛 就是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 杀到了中国最富足的 长江三角洲 杀人如马 唐家全被杀死了 只活了一个 就是唐锡进 我的曾祖 唐锡进先生 是吧 因为我们家呢 是嫡系的 嫡系的 这家普成都有 是嫡系的 唐顺之 唐经川的后人 唐顺之 唐经川在明朝的时候 是兵部师郎 兵部师郎 就是国防部副部长 唐顺之 唐顺之有一个最得意的学生 就是气急光 就是气急光 气急光学武 就是跟唐锡进学的 唐锡进会一种拳 叫杨狐拳 杨狐拳啊 就是叫做大乌乌牛之力 一耍我狗都笑唬 这爹又耍猴 爹又耍猴 爹又耍猴 就是在船头打的 这个拳呢 特别省地方 另外呢 唐经川还发明一种枪 枪呢 你看那个使枪呢 是吧 现在这个叫突刺 这个叫防左刺 这个叫防右刺 这叫防左侧击 枪托就只打你脑袋 是吧 防左侧击 然后呢 你看现在那些耍猴的 但是我主动使枪 就这么一尺 然后别人就说 说你看 人家那些耍猴的 使枪都能使出一丈来 唐顺之就一尺 唐顺之说 人的这个身体的宽度啊 就一尺 打仗的时候再侧过来 一尺都不到就半尺 哎 美女啊 美女啊 可能打凶 打的时候 到美女的大凶 也到不了一尺 哎 所以 侧着 这枪花一尺就够了 一尺就能把你的身体防卫住 用他们那么大 那都是耍猴 根本不是实战 就跟我似的 我当记者就继承了 我祖上兵部侍郎 啊 唐经川的那套枪法 是吧 跟采访没用的 哎 你就得打断他 让他别跟你瞎扯淡 是吧 一看闪烁其词 啊 想拿我名义弄基金 啊 然后 把这基金 换 换美元 弄走 嘿 我这火眼睛 还看不出来 更甭说我边上还带着 还有我政委老 老邓呢 是吧 老邓更火眼金睛 底下只踩我脚 只踹我 嗯 我说政委不能出来阻止他 我就得出来 哎 把我采访的话题紧紧的抓过来 啊 你们是整天都看CTV看惯了 那新闻都是剪辑出来的 真正的谈话现场 我要认识他下他们球 反反动 敌对势力 啊 那节目也播不出来了 是吧 所以我一定要把离经叛道 不叫离经叛道 离谱的扯淡的 耽误时间的 迅速的把他挤 抓回来 嗯 增加我节目的节奏 节省时间 嗯 我祖宗呢 除了是打仗啊 会洋呼拳 会 会枪法之外 他还是 把唐宋的众迷弄文人 他发明了唐宋八大家 这个说法 唐宋最伟大的三文家 他挑出来八个 柳宗元呢 韩玉呀 哎 我就不去说那个了 你不信你到慈海 文革的时候 把他们什么 呃 这个书 那个书 全给他们 全给烧了的时候 哎 你仍然能找到慈海 慈海里边有唐顺之 唐经穿词条 那就是我祖宗 嗯 我文物全才 就是靠这基因 文革说五岁啊 哎 我们那边都是胡同串子啊 全是义和团 啊 然后等我考上北大的时候 我爷就说 你这个不是剥削来的 是吧 五岁的时候都抄家 一拼如洗 扫地出门 你能考上北大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爷捋着胡子 笑着笑着 笑死了 笑死那天 我爷爷 九十一岁 嗯 我爷爷挑米的时候 就是在桌子上啊 连桌子其实都不算 啊 就是那么一小木板 文革抄家 扫地出门了 我爷就在那挑米 挑米用小指头 小指啊 就这么着 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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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爷爷的那年 伟大领袖走了 总司令也走了 还有谁也不是什么都走了 我奶奶也走了 啊 啊 我奶奶是第一个走的 啊 我奶奶是一母龙 啊 1976年 四月 我奶奶一走 哎 哎 哎 那些 属龙的就都走了 嘿 你看这烂苍蝇 老往我这爬 嗯 然后呢 我爷爷不会做饭 我爷爷呢 就会煮帮子面粥 如果要吃干的 怎么吃呢 就把那帮子面粥 倒在 帮子面 和着一个糊糊 放在一个平 几乎平底很浅的蓝花丸里边 放在一个锅里蒸 蒸完了就蒸出这么一块 像窝头似的 但比窝头薄 那么一个东西啊 干不干 那就算干的 所以我很小就会做饭 嗯 做饭很难做的呢 是面食 你像我爷爷啊 京师大学堂文科中国文学门毕业 嗯 在大清朝做官 啊 民国做了几天 我爷爷就是 在家里边 啊 靠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德行 嗯 就像 他爸爸 就像 那 青石稿里边讲的 唐经川先生一样 养活 他的 十来个孩子 十多个孩子 嗯 十多个 现在你要去无锡 会山 会山帮有个唐词 现在啊 是不是谁有钱就说谁 啊 然后都说是 都说是 我侄子 我侄子 唐英连 什么什么网上说 屁 不是 他们家是乡下姓唐的 啊 不该这么说了 那真正的祖宗啊 那最大的祠堂 那最大的祠堂 开 开 开 又想玩去啊 不玩 那最大的祠堂是唐锡进的 是吧 每家都有自己的祠堂 你要干嘛 尿尿 这孩子要撒尿 要撒尿 快 一撒尿就叫我 这坨 快 快 快 憋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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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憋不住了 快尿 快尿 快 快 我不管你了啊 别接着刀皮刀 说完这点 这孩子 嗯 然后 我说到哪了 他一要撒尿 我得给他放他出去 嗯 这女 我这狗也老了 等于老太太了 啊 女的这尿急啊 可能比男的更来的更快 男的一般尿急的时候 有时候我憋不住 我就给他记一扣 哎 把他给扎上 记一死扣 他就尿不出来了 脸都憋子了 也尿不出来 为什么 你给他记一扣 勒死了 勒死了 是吧 就像这个 漏斗了 你把这漏斗的紧 给他打一死扣 哎 当然这得有条件 家伙长 啊 你就能记一扣 家伙短 哎 如果说没这个 没这小胡嘴 没这小胡嘴 你还记不了 我爷呢 我爷 所以就是 无锡最大那祠堂 是政府修的 就是慈禧 啊 赤命 国家掏钱修的 以后到了民国 袁世凯的时候 又重修过一遍 所以那是国家的祠堂 任何人私人祠堂 都没有这么大 那叫官祠 你们家修一祠堂 那是你们家的 这是大清朝最后一任政府 和中华民国第一任政府 两届政府 给唐锡进修的 嗯 在我们家近代啊 网上道读祖宗八辈 唯一上了国使的 就是唐锡进先生 啊 那个祠堂是唐锡进的 但现在呢 无锡为了招商引资 稀了糊涂 不提那个祠堂的唐主是谁 那唐主的唐主 是我爷爷的爸爸 啊 是我说的那个 呃 呃 在我们起码的工具书里边 都能查到 唐顺之 唐青川 嗯 我怎么说这儿去了呢 嗯 挑米 我爷爷的爸爸 由于是一清官 嗯 他就参那个支县 是个大贪官 贪官从来就有 是吧 由于清朝反动统治的制度 啊 明 反动制度 现在啊 现在不是 现在是体制 啊 反动制度 我爷爷就参他 参他是把他参掉了 但是他拧下来之前 把我爷 他爸也给撤职了 然后一贫如洗 平常也不贪污 然后就沿着 他那时候是安东县教育 从安东县回老家 走到 走啊 走走 走到那个哪 走到绍兴的时候 绍兴一个最大的米商 最大的米商 就跟我爷他爸就说 说我想把我们家的大小姐 许给你们家的二儿子 哎呦 我爷他爸说 那不行 我官都丢了 把你们家闺女弄到我们家 那不就毁了吗 你们家大户人家 这少爷呢 是绍兴第一大的米商 啊 有钱 是吧 被人被黄贵 人民 这米 哪了得啊 哪了得啊 我奶奶他们家 是少 他们家 一个是米商 做生意的中米商 然后呢 当官 就当官啊 然后他说 不行 我们家不在乎钱 一定要把我女儿 嫁给你 你们家少爷 我奶奶呢 有名字 我奶奶还会英文呢 啊 我奶奶名字叫少阴尖 阴呢 是一草子头 啊 月亮 太阴那个阴啊 阴阳那阴 尖呢 是左边是一个 以学为主 尖学别样 不既不但学文 学工学农 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那个尖啊 尖职 现在都是他妈的单官了 多这尖一尖是那尖一 什么东西 到处领好几份钱啊 就这个尖 右边是 这是一种鸟 古代的鸟 我奶奶的名字叫少阴尖 嗯 小名叫月华 因为他妈生他那天的时候 梦见天上的月亮 里边开了一朵花啊 所以叫叫月华啊 叫阴尖 大名叫阴尖 还有什么名啊 哎 然后呢 我爷爷就 我爷他爸和我爷 我爷那时候是十五六岁吧 啊 就是 在最破败的时候 就把我奶奶娶回去了 后来以后呢 考试 就 我爷又考上了北京啊 上了京市大学 唐文科 中国文学门 嗯 我奶奶他们家呢 大清朝昏得好 民国昏得也好 嗯 我爸的呃 不是亲外公啊 叫五外公 就是五舅 嗯 叫五外公 叫少历子 少历子当是刘日的 当过黄埔军校的秘书长 以后当过陕西省主席啊 后来叫和平老人啊 嗯 嗯 就是那个少历子 对 所以我们家 有一个活 永远是我爷看 就是挑米 北方人没有 就是石头什么 漆了慌了就吃了 现在这都社会里大米也干净 那会不是 那会米里边什么西西五外的虫子 沙子 石头子都有 我爷爷一辈子不管多忙 都给我奶奶挑米 嗯 你看我这边的 我已经挑的差不多了 我把这个搁这 把这漏斗搁这 这漏斗刚才我说 憋成尿打一扣 哎 打一次扣 尿就尿不出来 嘿嘿嘿 然后呢 我放在这 放在这 嗯 我这都是有技术的 这他们可是技术活 这盘子你看嘛 是平的 但是在两个头 在两个头 这是为了拿手的这地 它是有个弧线 我要把米都给擀下来 嗯 你看 刚才我出去一会儿 这有一个小虫子又来了 这么点的小虫子 这小虫子我都看不见 我眼睛都看不见 我即使摘了眼镜 趴在这也看不见 然后我下一步是怎么弄呢 我再下一步 哎 我把这个 这个瓶子 这瓶子别倒了 我把这瓶子夹在 我卡不当着 嗯 操画北京话叫卡不当 我夹住了它 哎 我夹住了它 嗯 然后 然后 嗯 然后呢 我把它得灌进来啊 哇 这米 得灌回这个 灌回这个 嗯 灌到这里边来 我怎么灌呢 我刚才不说了 哎 它这个地 它这地有一弧度 我把米都灌到这 灌到这 嗯 让我一点点的 一颗一颗的 看着 没有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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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大丈夫啊 能千军问马 能走遍全世界 也得坐得住 坐得住的 你才能读书 你看我在这个地 嗯 我就又看见一个小虫 一个小虫 哎 我这机器呢 我由于把它放在桌子上 没完 我要把这小虫拿出来 不然的话 到了我这个 到了我这塑料瓶子里 这小虫就会继续长 继续吃我的米 嗯 这种虫子叫什么虫子 你看 它还在这动呢 就叫蛀虫 是吧 我们现在 哎 伟大的领袖在那 啊 叫什么 消灭腐败 消灭腐败 第一的就是蛀虫 嗯 我现在要把这蛀虫拿出来 嘿 我这打粗手 那咋粗手 嗯 拿出来 把它扔了 是吧 这就是蛀虫 人民的蛀虫 哎 我们老说人民银行 人民政府 人民币 嗯 人民几次地兵 全人民 但人民里边 蛀虫不少 蛀虫不少 我在挑米 每天挑米 我都提醒我自己 我不要变成蛀虫 不要变成蛀虫 就是我爷爷老说的 你可以什么活都不干 但是你至少干一件事 挑米 嗯 挑米 挑米 嗯 挑米 嗯 哎 停一下 我得出去 看一下我闺女 我闺女小女孩 胆小 是吧 她出去撒完尿 她就想回来 她就想回来 我就不觉得 她就害怕 害怕她也不敢叫 她小女孩 大家闺秀 跟我奶奶似的 平常笑不露齿 不能像人家战狼似的 往往往 她不往往往 她就一时尿 尿 爹 尿 爷爷那时候说 他跟他哥 唐宗玉 唐宗玉也是北大毕业的 是京市大学堂 室学馆 室学馆就 学儿优泽室那几个字 室学儿优泽室 室学馆 为什么没当贪官呢 就是我们家家传 男人不进厨房 不干活 但是必须干一件事 挑米 我现在不但挑米 我还进厨房 是吧 所以我不是蛀虫 我也成不了蛀虫 桃米不仅仅是挑米啊 还没到桃米呢 不仅仅是桃野性情 也让你 关心你眼前的生活 我们是一个石油进口大国 也是一个粮食进口大国 我怪不得他们早就说 只相信自己种出的粮食 是吧 这一个是敌对势力不卖给我们粮食 再一个 我们没钱买 说我有的是钱 前天 美元 已经换七块三了 现在敌对势力叫嚣 说过一段就破霸 去年这时候 一美元换六块多人民币 现在已经七块三了 每一颗粮食 全是血汗 挑虫子吧 你呢 挑虫子吧 您呢 换 挑米 来 来 看 elas 门 狒 门 温 山 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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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解开 不过来 写下鸡肉 写下鸡肉